工地外的道路突然出现一个天坑 长度大约1到2公尺 深度也有0.5公尺左右 让原本立在这里的道路反射镜倒在路旁 受到山头额台风影响 屏东县2号下起见邪雨室 朝着镇和祥街附近 一处建岸旁的道路出现坑洞 因为不只附近住户的墙壁出现裂缝 工地围篱外也有明显塌陷 附近住户忧心冲冲 就怕日前台南天坑吞车 掉壁杂路事件在自家门前上演 地下室开挖 现在已经开挖到第二层 因为挡土壁旁边有渗水 甚至土涌出来 所以它会造成道路这边 它有一些掏空的现象 临海的芳寮清晨6点多就逐渐出现积水 水深已经高达小腿度 民众赶紧把仓库内的冰箱搬到高处 也担心持续性的积水造成余温损失 东港也深受淹水之苦 还曾经淹进客厅 即使水已经有些退了 但家门口依然积水 有的民众根本不敢出门 速度缓慢的山陀而台风 如同打陀螺几乎原地打转 不只为屏东带来大量雨水 也让许多民众在台风过后得清理家园 金新闻综合报道